而面对疫情的关系影响到团客无法进到观光景点的区域 而散客自由行的部分对店家来说又无法达到很好的效益 花园县农业处就委托旅行业者和在地的店家合作 来制作自走盒 融入年轻人的创意 就算是散客的民众 自己也不用跟团体并团 自己有这个自走盒来认识花园的湿地景观 一听到马滩湿地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油油的一片树林 池塘 湿地各种生态是吸引许多观光客到访 不过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团客无法进来 而散客自由行的部分对店家来讲又无法达到很好的效益 于是花园县政府农业处就委托旅行业者 就与在地店家合作来制作自走盒 这个创新的想法先业务请到了旅游业 以及媒体业办理菜线团 媒体跟旅游同业在旅游生态市场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常常看一些什么网红评论 或者是说什么IG打卡的内容 但是其实看了这些漂亮的照片之后 它如何变成商品 是我们在这个活动在安排的时候也会去考量的 为什么要找一些旅游同业 因为旅游同业来看了之后 他也知道说这样子一个自走盒 它真的是可以带给客人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它的价位也好 或者是未来策略等等 我们就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讨论 跟店家在做后段的讨论这样 那这个东西才能真正可以上市 而未在光复乡的新绿农园 目前也是有第二代一起跟家人共同经营 这次推出的植村拓灾体验盒 可以不用跟团体旅游绑在一起 更不用预约导览人员就能够靠着体验盒 来了解湿地园区的各种生态 就是这次植村拓灾盒的设计啊 其实我们是花莲 那个行政月水宝局 花莲分局进行辅导的 然后是因为我们现在湿地目前的导览 是需要导览老师带着大家进去湿地里面做解说的 那有一些客人他可能到了没有就是进行预约 我们会希望客人可以就是有这个盒子 他们可以自己去湿地里面走 然后可以认识湿地里面的洞植物 而不是就只是走马看 或者绕一圈拍个照就走了 对就是利用搭配这个盒子 可以让他们有自己走毒的这样子的活动 这样子 辅导团队表示 就现在来看光复地区的观光 也面临人口老患环西 店家几乎都是长者经营 接待人力也越来越少 为了开创市场有团客进步来的问题 也有闪客自由行的问题 透过体验自走核 融入年轻人的创意 就算是闪客的民众 自己不用跟团体并团 自己有这个自走核来认识实地 记者高中双光顾乡 采访报道